4月11日比賽當日 參賽者要注意什麼呢? 讓我來跟大家說吧 4月11日比賽當日 凌晨5時半就可以入場 西環湖廣場設有五個入口 現在我在何鴻辛博士大馬路 其中一個入口 入場前除了要構好號碼在空前之外 還要記得戴防疫識別手帶 入場後沿著路一直走 如果不需要儲物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報名項目進入集合區 如果要儲物的話就要跟著指示牌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儲物地點 大家要留意了 儲物的時間是由凌晨5時半至6時半 過了這個時間就不接受儲物了 而歡樂跑和10公里的儲物點是不同的 儲物的時候記得用大會先前派發的儲物袋和插好號碼牌 對 儲物完成後就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集合區 到時記得按照自己的參賽項目入場 10公里的參賽者就沿著這條路到廣場下層集合 然後就跟著這條路線上線起跑了 注意 歡樂跑和10公里的上線方向是不同的 所以不要走錯 歡樂跑將於4月11日早上7點起跑 全程約5公里 起跑之後就會跑上西環大橋向坦仔方向 然後抵達奧林帕拉體育中心運動場衝線 而10公里於早上7點半起跑之後 就會沿著孫逸仙大馬路向金沙酒店方向跑立 到科學館圓形地折返 經西環大橋跑到終點奧林帕拉體育中心運動場 我們跑到運動場之後就會準備沖線了 跑完全程之後 記得拿完成賽事獎牌和紀念毛巾 對面的出口可以通向領密柱 領密時間就是由早上8點至11點 很早完成賽事的朋友可以到旁邊做做放鬆 或者到前小小的打卡位拍照留念 頒獎儀式將會在之前拿號碼報的室內體育館舉行 到時記得去為得獎的跑手打打氣 沿著這條路就可以去到位於奧林帕拉體育中心 由泳館位置的領密柱拿回個人物品 拿回物品之後就可以開心地離開 如果你是優勝者就恭喜你了 你可以去到室內體育館領獎 祝各位愉快完成賽事取得好成績